我先講一下因為身為新竹市民代表 其實最近看到大家每天節目都在談論 新竹市然後談論高文安 其實真的很挺難過 我先講一下這本書應該是 這個高文安所所出版的書 然後是郭董幫他做這個推薦序 但其實我必須說其實這篇文章本身 寫的是很中心沒有問題的 他唯一一個就是什麼 可能當初教稿的時候錯了 這個前途的錢可能是money的那個錢 這個新竹市如果要促動 促進這個這個不論是土地開發 以前人家說新竹的特產是什麼 米粉共玩對不對 我們要炒米粉 沒有我們現在新竹的特產什麼 炒地皮 所以我們要100個1000個高文安之後 我們新竹的這個地加上漲 房價給上漲 所以其實你老實講 郭台銘大概這個意思也沒有錯 不過其實最近新竹市民 大家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像我們昨天有看到一份數據 提到說這個市政首長的這個施政滿意度 那新竹市不意外的成為了這個全台的最後一名 我們常講民眾黨那時候曾經就說過 柯文哲想要的是臺北經驗新竹實現 那真的實現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最後三年的這個 這個保證的導播有點過分 沒有啦就是我們都知道柯文哲最後三年的時候 他市政滿意度是最後一名 然後接下來我們我們這個高文安這個又又也奪下了這個名次 最後一名 那其實剛才因為明顯議員提到說 這個最近的這個議題啊 所以才導致他的施政滿意度最後 但我必須說啦 這個民調其實在更早一點點之前啦 所以其實這都是比較近期的事件 就代表說其實當初有很多人選擇支持他 那時候為什麼選擇支持他 其實我覺得這個階段啊 新竹人最應該被還公公道 還清白的是誰 其實國民黨那個時候的市長獲選人 林根仁啊 因為其實在當時他收到了這個民眾黨內部的資料的時候 他是有據名出來去做這個檢舉的 而且他有把所有相關助理費的一些爭議啊等等 其實都羅列清楚 可是當時以我自己來講 因為我們家住那個將軍村壞改建的國宅嘛 那當時選前的前一天 其實就非常多的這個爺爺奶奶就跑來 就說哎 這個林根仁不會不會丟啦 不會丟不會不會上 不會上啊 你們大家支持高文安 因為這個我們這個林志堅做八年了 做太久了 我們對我們換人做做看 哎呀這個要懲罰一下民進黨對不對 這個民不聊生 結果哇一搞 結果最後新竹人自己不滿意 他們因為我必須說林志堅 他在過去的這個市政裡面 其實比較著重在於親子這一塊 所以他做了很多親子友善的空間 像公園啊等等之類 所以有人說這個就公園間 結果高文安現在上來換來是什麼 他現在要預定開發的寡婦樓 其實我今天早上才去啊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特別上節目之前我有本人去 還有打卡了一下 對我有打卡 我有合照 對我有合照 我有去合照 但請大家原諒我笑不出來 你看凍結多久 那個草長那麼高 對我是真的笑不出來 我真的必須說 現在你身為新竹市民 你真的是笑不出來 寡婦樓是哪一棟啊 他其實是後面已經被拆掉了 但他這個空間 那鄭浩其實過去在節目上面有提到說 這個地點其實非常好的 就臨近園區啊 然後離馬街越也非常近 但其實我跟大家講 他比鄭浩所講的還要精華很多 你要知道這個空間呢 他左邊臨的是建工國小 旁邊臨的是建工國中高中 他是非常好的學區 那建工高中在我那個時候考高中的時候 他是除了竹中竹女以後 接下來的志願 那附近當然還有剛剛提到 就是有清大交大嘛 然後有這個馬街越 還有後來林志堅任內所新蓋的這個兒童醫院 甚至離園區都非常近 所以如果你以地段來講的話 他算是非常非常精華的地段 所以這也能夠理解說 為什麼這一次這一塊大餅 他會被寄予 因為他所牽扯的利益 可能是超過上百億的土地利益 那這一次我去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挺感慨的 就是為什麼這塊會被描 林志堅任內的時候 其實他是暫停這塊的開發 因為他認為說 這背後是有一些原因 沒有辦法啟動 那高中間卻能夠在這麼短時間 剛剛議員也提到 就是如果以台北來講 要八年多 但在新竹花了多久 十一個月 我們就審核通過 這各中之間 難道我們不需要查清楚嗎 新竹人其實現在真正想要理解的是 如果我們今天換了一個市長 結果換來的是更多與 這一些建商的千絲百粒的關係 那真的是我們新竹人所要的嗎 我相信不是啦